關心如何要防止石虎的陸殺 公路總局還有中興大學的研究團隊 合作在台三線 建置了第一套陸殺預警系統 只要是有動物出現 就會發出強光和聲波 讓石虎暫停穿越馬路 而八月初也拍到這套系統 真的有發生作用 自動相機拍下 這隻石虎原本要穿越苗地台三線 卻在草叢停下 夺過了一次可能再發生的石虎陸殺事件 靠了就是這套系統 感應到動物接近 系統就會發出強光和聲光波 可以吸引對聲音比較敏感的石虎注意 延遲穿越馬路 另外對於白鼻心和幼歡也有效果 這套陸殺預警系統 今年5月在台三線裝設 結合AI即時辨識 以及動物聲光波兩大設備 只要鄰近的生態狼道出現動物蹤跡 就會啟動 沒有上到路面來 然後它往回走之後 它就是遠離我們攝影機的範圍 沿著受鏡走回去了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來判斷說 它應該就是走回去 然後沒有在那個時間點通過馬路 檢視附近的自動相機 沒有拍下石虎繼續通過的蹤跡 研究團隊推測 應該是往反方向離開 推論預警系統有一定的成效 目前是以台三線作為示範道路 建置第一個示範點 未來能否普及到其他路段 學者建議 需要配合地形地貌 搭配導引網和湘漢等路徑 才能建構安全的廊道 導引到它 實活下 動物可以到 可以安全穿越道路 比如說 我剛才講的地下的排水湘漢 然後它可以安全穿越 而不是是把它擋住不過馬路 管務網跟動物通道的部分 就是 這兩樣東西沒辦法處理的話 才會進而用 駐索預警系統 公路總局表示 目前避免失火陸沙 主要針對熱區建置防護網和生護廊道 隔絕失火直接穿越馬路的可能 無法施坐防護網的道路 再規劃預警系統 避免失火和車輛的直接衝突 紀爾林健身 台中報導